Hello 大家好 我是魔人Safety 今天回到來 我想說說這隻水仓龍 我覺得水仓龍最好的地方就是 閃緣的反擊是非常恐怖 當然啦 現在我沒有水虎 做不到極佳的效果 也可以試試的 對了 我們來用他的芝麻利齒 看看會怎樣 首先 先加上他的攻擊吧 芝麻利齒 其實我很喜歡這招技能 芝麻利齒是非常高攻 而且會令人出血 即是你就算了 那招芝麻利齒 殺不了人 你還可以出血出死人 是非常恐怖的 當然他的普通攻擊也不弱 但我覺得水仓龍最主要的作用 水仓龍最主要的作用 因為很多時候我們看到水仓龍都會帶他的原因 因為他閃光後的反擊是非常高的 所以很多時候水仓龍都會帶他 就是這個原因 OK 芝麻利齒 芝麻利齒就不出擊了 另外那兩隻就盡情 好 又是無敵吧 我試不到反擊 其實無敵也可以閃光的 哈哈 好啦 沒關係啦 芝麻利齒就不攻擊了 對啦 詳細測試一下 這隻是食玉啦 貪玉來的 好像是貪玉都會補血的 那蒼龍來說 其實跟鬼頭魚都會有補血的技能 其實不算是補血的 當作是吸血吧 非常好的技能 有這招就延長他的續航力 剛剛也看到了 這招又是這招 叫做芝麻利齒 是非常厲害的 我覺得芝麻利齒很多時候玩PVP 都可能會被芝麻利齒一下就完成了 Yay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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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招真的認真高輸出 加上蒼龍本身也是一隻高輸出的蟲 OK 又有了 每殺了一隻怪就看到了 敏捷和暴擊架高 大家可能就... 我們稍後去看技能 這招不是貪玉 叫吃玉啦 也是吃玉啦 會回血的 非常好 都說過了 有了這招吃玉的時候 其實可以有提高續航力的效果 非常好 好了 用一招芝麻利齒再測試一下 這隻湯龍其實是78% 大家未必知道 嘩 33000 神經病 回回8000 8000 會不會太瘋了 好了 我們再來詳細測試 好 被人打完之後 就反過去了 是嗎 OK 一定是要閃避的 並不是說被人打就會反過去了 好了 再看看 究竟是怎樣呢 可以閃一次嗎 麻煩 沒有水虎而已 都可以讓我閃一次吧 嘩 如果大家真心玩的話 如果做了哪一系列的苦 可以玩哪一系列的 因為一定是閃 它才能發揮最大的作用 當然不閃也很厲害 但如果可以閃的話 它會更厲害 好 就這樣看 其實它已經很可怕了 不要說它閃不閃 好了 差不多到最後一關了 嘩 這隻湯龍很厲害 好 到最後一關了 其實帶著一隻湯龍也完全沒有難度過關 你看到我很多時候都不是用盡寵物的 好了 再加上攻勢 看看它究竟可以扣到多少 芝麻利茲 嘩 二萬四 又夾飛了 非常好 我自己就這樣玩下去 湯龍真的算不錯 所以為何PVP 都看到別人的水閃隊必大 就是這個原因 它也是因為 最主要是閃的被動技能 閃避之後會反擊 那一刻反擊 基本上 你反到別人的地方 不死 那一招真的都會一生散 所以就... 非常好 它在水閃隊裡面 真是一個很出色的角色 但現在又沒什麼人玩水閃隊了 大家知道為什麼嗎 其實主要的原因是因為 龜可以加到命中 那水閃隊就變成... 一遇到龜的時候 就完全閃不了那麼低 所以現在也沒什麼人用水閃隊了 OK 好了 當然啦 遇到沒有龜的人 是可以不用怕的 但是大部分 打到上去的排名差不多 每個人都用龜的 我沒見過一個人是沒有用龜的 長長都看到龜 根本是跟龜對戰 所以... 如果現在才打算做水閃隊呢 那就真的要想想啦 或者日後會再出一隻 會加閃的 令你更閃 所以看到龜也不怕啦 但現在來說 水閃隊也算是處於弱勢的 大家注意一下吧 那我們就去看看這條蒼龍 究竟有多厲害啦 那些屬性啊 那些能力啊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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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我們去看看可組合的 那... 那...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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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可組合不是什麼啊 那些... 不是以組合啊 對了 那... 那蒼龍... 蒼龍在哪裡呢 蒼龍在這裡 蒼龍在這裡 有火和水的 好 我們看看 那... 那... 最大的改變其實就是 組合了之後啦 我們的出血量是會高了啦 對了 最大是這東西的 也沒有其他東西特別的啦 那當然啦 組合了會厲害很多啦 所以其實... 嗯... 組合不組合也不是大問題 那... 但是... 如果真的有料的 盡力去組合啦 對了 因為都... 會強了的 對了 我們來看看... 首先看它的血量先啦 對啦 看水來說就7200 對了 那麼... 血量來說也算是... 接受到的 但是還是偏低的啦 那... 攻擊是1600 對了 那麼... 算回所有裝備應該都可以上到1900的 對了 不...難的 那麼... 防禦力就1200 對了 那麼... 都不算低的 對啦 但是敏捷1000來說就太低了 那麼... 如果你要一開始開到技的話呢 嗯... 那麼... 我相信你是要... 這個... 1400敏才做到啦 對了 那麼... 那... 1400敏來說呢 如果你做... 一開始開技要1400敏 那...其實你說... 嗯... 裝好裝備啊 再用... 裝好裝備 再用... 這個... 叫做... 性格 應該都可以一開始開技的 那我們看看第一招先 對了 那麼... 吸與敵方單體相對造成280的傷害 那麼... 那麼... 我覺得挺高的 對啦 但是這個不是最主要的效果 最主要的效果是額外的效果 使對方3個回合內造成的攻擊118%的出血傷害 其實這招真的很多人 你... 就算殺不死人啊 那一下 但是... 他也會出血透死人啊 第二招啦 咬合力啊 有56.18%的機率啊 那就有2個回合 相當於攻擊的68.5%的出血率 對啦 就是說... 基本上你攻擊的時候都會令到別人出血啦 額外的效果會令到對方的命中降低34.25% 對啦 那麼... 打完之後還會降低別人的命中 神經病啊 但是他會扣血扣死人啊 對啦 那麼... 非常之好啦 那麼再看第三招技能吧 閃避的時候以攻擊33... 不是... 330.9%的傷害進行反擊啊 其實我已經說過了 這一招是必玩的啦 基本上你不玩這一招 蒼龍就會失去了意義啊 那麼當然啦 你一定要閃到啦 你閃到的時候 你這一招反擊的話 一定反死人的 無誤的啦 為什麼呢 因為弓和寵的配合實在太高了 怎麼都反死的 當然你不要去反一些很防的寵 那就反不死啦 普遍來說PVP怎麼都反死的啦 如果你說不是龜啊 不是成啊 那龜的話 你有爆擊都一樣反死的 好了 那我們來到這個食慾啦 第四招技能啦 消滅敵方寵物的時候 就會恢復自己相當於215.45%的體力 那其實就是你殺了別人的時候 就會回血啦 這一招也是非常好用的 那額外的效果就是3個回合內自己的敏捷 還有這個爆擊率會提升36.15% 那就是你殺了別人的時候 你就會更加強啦 那其實蒼龍就很簡單的 就是配合這個水虎玩水閃的 那當然啦 他不一定要玩水閃的 可以玩其他東西的 但是如果你閃避不夠高的時候 第三招就... 發揮的作... 就發揮不了這麼好啦 那其實有閃避就會最好 發揮到極致啦 將蒼龍 那蒼龍其實就說到這裡啦 那如果大家喜歡這條影片記得按LIKE 那如果想得到四季時代又或者更多新遊戲的資訊 可以訂閱我的頻道的 今天先謝謝大家觀看 就這麼多啦 拜拜